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豆豆小师弟 今天玩的这个地图叫做 做陷阱 植物大战哥斯啦 哎哟 今天一出生 怎么是妮妮的专办了 看着还挺不顺眼的 那还是换回我霸气的威震天吧 搞定 然后这屋子里面 怎么有一架直升飞机啊 哎呀 感觉还能把它给打爆的呀 哦 原来要驾驶它 还需要买车钥匙的呀 呃 我刚刚看到这后面 还有一个商人 来看一下他有没有卖钥匙 啊 这商店里面 啥都没有啊 那这飞机开不了啊 呃 那算了 咱们还是来看一下 这边的提示牌吧 这里提示说 天黑就有怪物出现 赶快布置陷阱哦 那咱们 还是先来收抓一下 房主箱吧 这些东西 感觉都还不错哦 那就全部都收下吧 再来看一下另外的房主箱 哇塞 这么多装备啊 然后还有一个奥特曼呢 好嘞 搞定 现在来试一下 这把刚刚拿到的冲锋枪 哇塞哇塞 发射的速度还挺快的 而且 打得还是卖冲键哦 再来看一下这房子外面的防御 做得还挺不错的呀 特别是那一圈 朝天上发射的机关网 而且 房子还有一个 一闪一闪的防护罩呀 看来 这次的防御挺强的呀 不过 我觉得这些防御都还不够 我肯定是打不过 长大的哥斯拉的 嘿嘿 所以老规矩 还是得外面再赌上一圈机关网 现在 遇到这种打怪地图 要是不搞上机关网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好嘞 搞定了 现在机关网 就全部都通电布置好了 然后 我还在中间这里 留了两个空位 方便我自己上上下下 搞定机关网以后 咱们在机关照视不到的 这些地方 再放出植物来 然后 还有其他东西呀 像土豆地雷呀 豌豆机枪四手 西瓜头手 还有奥特曼 小伙伴们 知道这个是什么奥特曼吗 搞定以后 咱们还是回到 机关网防御场上面去吧 然后等待怪物的出现了 哇塞哇塞 还好还好 我跑得快啊 刚上来 怪物哥斯拉就出现了 嘿嘿 还没靠近我 就全部被机关网给消灭了 看来 我今天又是无敌啦 不过这些三头龙 怎么感觉这么厉害啊 机关搞不死他们的样子哦 哇塞个去了 他们居然也有这么强大的技能 也会发射机关的呀 这下可惨了 我以为我已经无敌了 搞得我现在都不敢上去了 肯定被秒杀的 哇塞个去了 怎么感觉有爆炸技能的 把我全身都搞着火了呀 看来难搞咯 后面 我直接跑到楼上来了 这样的话 他们肯定是攻击不到我了 不过 我这样打的话 好像很不讲江湖道义啊 还是直接下去跟他们厮杀吧 现在又出现了 操作叫做雷德王的怪兽了 不过 好像还挺弱的呀 感觉我都不用打他们 机关就能把他们也消灭掉了 看来 咱们最大的对手 还是这些三头龙啊 后面 我一直打到了天亮 怪物才渐渐的减少了 不过 我那边放的植物 还有奥特曼 全部都被他们干掉了 这一期 虽然有这么多的机关防御陷阱 但是 我感觉 也只是跟他们打了个平手而已 因为我中间 也被他们干掉了很多次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留言关注哦